人类是地球的侵略者 而这个小南海正是地球原住民 农马尔特的使者 因为人类的入侵 农马尔特被迫迁往海底居住 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开发 农马尔特忍无可忍 决定对人类展开还击 但是这一次 赛文却没有站在正义的一方 而是帮助人类 消灭了整个地球原人农马尔特 这便是奥特曼三大问题座之一 农马尔特的使者 故事一开始 这个正在吹笛的少年名叫真士 他在两年前已经溺水而往 农马尔特复活了他 并且将他作为农马尔特的使者 来对人类发出警告 真士找到中在日光域的安努 并且当面告诉安努 如果前面的船只不停止对海洋的开发 那么将有一场悲剧发生 此时潜水捕鱼的团归来 真士见状后立马跑开 很显然他得知团就是赛文的真相 安努将少年的话告诉团 但团感觉这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肯定不会出事 但立团意外的是 海马号突然发生爆炸 团当即被打脸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海马号焚烧殆尽沉入大海 团当即向奥特警备队汇报了情况 在队长同山的要求下 队员迅速出动展开调查 果然在古桥驾驶的潜艇 经过一番搜索下 发现了海马号的残骸 安努向队长汇报了神秘少年的事情 在队长的命令下 要求团与安努迅速的找到这名少年 经过一番查询之后 并没有查到这名少年的踪迹 此事件引起奥特警备队的高度重视 就在全员讨论下一步计划之时 少年正式打了电话 再次警告预备队 如果人类继续侵略海洋 农马尔特人一定会奋力反击 就在古桥还以为是恶作剧的时候 只有团陷入了沉思 因为在团的故乡M78行云 奥特曼确实把地球人称为农马尔特人 如果少年说的话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农马尔特人 真的是地球的援助居民 为了弄清楚真相 团和安奴不得不再次去寻找少年真士 但是搜寻了整个学校 也没有发现真士的影踪 就在他们驱车离开之时 海边的一段笛声引起了安奴的注意 果然吹笛者正是真士 对于安奴的再次出现 真士将一切的真相告诉了安奴 海底是属于努马尔特人的 他们是地球的原居民 只是最后被人类赶到了大海之中 面对这个结果 安奴自然不会相信 并且告诉真士 作为人类就要站在人类的立场 真士无法理解 眼看团赶了过来 真是留了一句狠话 如果人类这么做 那么农马尔特会反击 随后真士就跳入海洋之中 消失不进 果然人类的探索船只 在遭遇袭击 而袭击者正是章鱼怪盖洛斯 警备队迅速赶来 对着盖洛斯就是一番密集的扫射 随后盖洛斯被猛烈的炮火压制之后 弃船而逃 潜入海底的盖洛斯 依旧没有躲过人类的追杀 海狼号潜艇一分攻击之后 被机的盖洛斯被逼出了海面 战机的再次炮火压制 又将盖洛斯逼回了海底 最终在海狼号的捕刀之后 盖洛斯被攻击的晕死过去 但他并没有死 普桥队员以为事情总算结束 就在此时 真士再次打来电话 告诉警备队员 盖洛斯并不是努马尔特 而努马尔特正在使用核潜艇 准备对地面的人力发起攻击 电话定为了真士的位置 警备队员对真士展开击拿 就在真士被队员形成包围之时 身在暗处的努马尔特人 击枪下去 便将击拿真士的队员一一击中 就在团赶到之时 已为时一晚 现在团才感觉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海面上 努马尔特人的潜艇浮出水面 随后便对着岸边狂乎乱炸起来 很显然 这正是努马尔特人的报复行为 警备队不得不再次迎战 古桥首先到达战场 但不料也被潜艇击中 可以逃生 努马尔特人的潜艇 很快便遭受到人类的还击 此时盖洛斯加入战场 就在团正要变身之时 真士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真士大声的质问团 为什么要帮助人类 努马尔特才是真正的地球人 但是团根本听不进去 他一心只想去帮助人类 就这样 团在真士面前最终变成赛文 并对盖洛斯展开击杀 区区一只章鱼怪 真的不是赛文的对手 在经过一番水战之后 赛文拔下头标潜入水中 分分钟就叫盖洛斯大切拔块 就在此时 警备队也发现努马尔特的潜艇 一连串的攻击之后 努马尔特的潜艇被击中 随后便炸毁在海洋深处 一路凯旋的海狼号 在安努的发现下 终于找到了努马尔特人的基地 这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文明 在队长的命令下 导弹冲出海狼号 对着努马尔特人基地呼啸而去 顷刻 努马尔特人的基地便被全部摧毁 此时队长喊话所有参战人员 努马尔特的海狄都市已被完全摧毁 海狄是属于人类的 听着队长的宣言 安努沉默了 而赛文却作为人力的帮凶 化回了人间体团 并且在平静的享受着假期 此时一个声烟传来 在安努河团的奋力查找之后 却发现了珍世的墓碑 两年前 这个母亲在这里失去了孩子 而这个孩子正是珍世 看到珍世的墓碑 安努河团当即正经 但他们很快便平静下了 到底是努马尔特人控制了珍世的灵魂 还是珍世自己想要为努马尔特人的遭遇而发生 这一切随着弄马尔特人被全部消灭 而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